血压高到多少会触发脑出血? 高血压有三条红线,做到心中有数。 今天要和大家聊聊一个关乎我们健康的重要话题, 血压与脑出血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高血压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疾病, 而脑出血则是高血压的严重并发症之一。 那么,血压高到多少会发生脑出血呢? 今天,老刘就来给大家揭开这个谜团,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高血压已经成为影响中老年人健康的重要问题, 而脑出血作为高血压的严重并发症, 更是让许多中老年人感到担忧。 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脑出血呢?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血压与脑出血的关系, 明确血压高到多少会发生脑出血。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控制血压, 保护自己的健康。 一,真实案例。 张先生,一位55岁的中年男士, 因为长期忽视高血压的治疗, 最终导致脑出血, 差点丧命。 张先生平时工作繁忙, 生活不规律, 经常熬夜加班。 由于没有明显的不是症状, 他一直没有重视自己的高血压问题。 直到有一天, 他突然感到头痛欲裂, 随后昏倒在地。 经过医生检查, 发现他是因为血压过高导致脑出血。 幸运的是, 经过及时治疗, 张先生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 高血压并不是无症状的, 它会在不知不觉中侵蚀我们的健康。 如果我们不及时控制血压, 就可能会面临脑出血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 二, 血压与脑出血的关系。 那么, 血压高到多少会发生脑出血呢? 其实, 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和血管健康状况都不同, 所以, 血压高到多少会发生脑出血, 也会因人而异。 但是, 一般来说, 当血压超过以下三条警戒线时, 就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了。 警戒线一, 收缩压140毫米拱住。 收缩压是我们常说的高压, 当收缩压超过140毫米拱住时, 就已经达到了高血压的诊断标准。 如果长时间维持在这个水平以上, 就会对血管造成损伤, 增加脑出血的风险。 警戒线二, 舒缩压90毫米拱住。 舒缩压是我们常说的低压, 当舒缩压超过90毫米拱住时, 也说明血压已经偏高。 如果舒缩压长期维持在这个水平以上, 同样会对血管造成损害, 增加脑出血的风险。 警戒线三, 血压波动过大。 除了收缩压和舒缩压的具体数之外, 血压的波动幅度也是判断脑出血风险的重要因素。 如果血压在短时间内波动过大, 会对血管造成更大的冲击, 增加脑出血的风险。 因此,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要关注血压的具体数值, 还要注意血压的波动情况。 一旦发现血压超过以上三条警戒线之一, 就需要及时就医检查并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如何预防脑出血? 了解了血压与脑出血的关系后, 我们该如何预防脑出血呢? 老刘给大家提几点建议。 定期检测血压。 我们要定期检测血压, 了解自己的血压状况。 只有及时发现高血压问题, 才能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控制血压。 对于已经确诊高血压的中老年人来说, 控制血压是预防脑出血的关键。 我们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合理服用降压药物, 并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来控制血压。 改善生活方式。 具体包括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 合理饮食, 适度运动等。 通过改善生活方式, 我们可以降低血压水平, 减少脑出血的风险。 患有高血压离脑出血还有多远? 其实, 高血压和脑出血的关系可以说得上是狼狈为艰。 脑出血一直因脑部血管破裂导致大出血的情况。 有突发性、危害性大的特征, 常见于50岁以上患者。 每年居民因为脑出血死亡率为20%左右, 已经严重威胁到人们的健康。 脑出血的一个重要诱因就是高血压。 当患者血压持续波动上涨, 会导致脑内动脑发生病变, 并逐渐受压力影响, 形成微小动脑瘤。 一旦破裂就会引起脑出血。 可能有人会问血压多少会造成脑出血? 其实,没有标准答案, 但可以确认的是, 当长期处在高血压状态, 会更容易导致动脉硬化。 病变,当血压骤然升高时, 就容易引起血管破裂, 引起出血。 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 情绪激动, 用力排便, 高纳饮食, 洗热水澡时间过长, 都可能引起血管急速收缩, 诱发脑出血等危急情况。 二, 高血压有三条红线要牢记。 虽然不清楚血压多高会诱发脑出血, 但可以确定的是, 血压也有不可突破的红线范围。 医生提醒, 当血压达到这三个参考值, 一定要小心。 一, 警戒线。 年轻人血压警戒范围在八十分之一百二十毫米。 如果超出了这个警戒值, 就要注意了。 有研究调查显示, 日常收缩压在一百二十毫米拱柱以上的人, 血压每上升十毫米拱柱, 就会增加百分之六十一脑出血风险。 老人因为血管壁更脆弱, 所以血压也会比年轻人更高。 一般超过八十九分之一百三十九毫米, 甚至高于九十分之一百四十毫米, 才可能引发潜在脑出血危险。 二, 危险线。 临床按血压值范围确定了三个危险级别。 一级, 也就是轻症阶段, 一般血压值达一百分之一百四十毫米和这个范围的高血压患者无需治疗, 可以通过调整日常生活饮食控制血压平稳。 二级, 高压在一百六十到一百八十毫米和浮动, 低压也在一百到一百一十毫米和之间, 属于需要药物干预的级别。 三级, 高压或低压都超过二级范围以上。 这种比较危险, 很容易引发各大身体器官病变, 必须马上进行专业干预手段并密切随诊。 三, 极限线, 血管对能承受的压力也有极限, 一般血压值达到或超过一百四十分之二百五十毫米和, 就会直接触发脑出血等心脑血管急症, 此时建议立即就医检查。 三, 警惕这四个症状或是脑出血前兆。 脑出血虽然属于突发急症, 但也不是无济可循, 一般出现以下这四种症状的人就要警惕了。 一, 头痛眩晕。 常表现为一侧头部疼痛伴有晕眩症状, 通常是小脑和脑干出血时引起的症状表现, 严重情况下疼痛可发展到整个头部。 二, 意识障碍。 脑部短时间大量的出血还会引发大脑意识障碍, 主要表现为突然的嗜睡或者疲乏等。 三, 一侧麻木。 脑出血患者还经常出现肢体不受控制, 常见发作前会出现一侧肢体活动障碍, 患者会突然觉得一侧身体用不上力, 手部握不住东西等。 四, 视线模糊。 脑膳患者会随颅内压增高, 出现视力影响, 突然的偏盲或者是误模糊。 眼球受限等都是脑出血的前期征兆。 出现以上症状的高血压患者务必提高警惕。 如果症状较轻, 应立即到医院进行系统检查。 如果症状较重, 且已经出现少量出血。 这时, 应呼叫救护车, 平复好自己的情绪, 减少血压波动, 等待救援。 四, 三种食物或诱发脑出血, 再缠也要忍住少吃。 临床上由于饮食导致的高血压脑出血案例并不少见, 特别是以下这三种食物已经明确是高危风险饮食, 务必要忌口。 一, 高糖食物, 大量糖分摄入后会使得胰岛素的异常分泌, 随着血糖急剧升高, 血管加速收缩, 血压升高, 从而影响心血管健康, 同时还会导致肥胖和代谢异常等问题。 二, 高纳食物, 纳摄入过多也会导致人体水纳株流。 当水分不断扩散到组织间隙和血管, 血容量增大, 也会导致血压上升。 三, 酒精。 酒精大量摄入后, 人体血管急速扩张下, 血液流速加大, 虽然会出现暂时性的低血压, 一旦恢复后, 血压会急速反弹, 一来一回可能会加重高血压患者的病情。